刘婉宇患病离家出走 麦成欢成为家里的主心骨 一家人拥抱大自然 一 麦成早去楼上看一遍 没看见妈妈 老麦在一楼也没找到老伴儿 就奇怪了 刘婉宇这个点儿不会出去的呀 而且手机也关机了 麦成欢和毛毛也来了 大家都很着急 姚志明打电话给何东 让他赶快去公安局报警 刘阿姨不见了 慢来天去问询平时那些 一起跳广场舞的街坊们 麦成早去附近便利店找 麦成欢去超市里找 都找不到刘婉宇 哦 原来 刘婉宇离家出走了 临走邪有留言 问晚上的饭菜好吃吗 即便再好吃也没口福了 因为今天他站好了最后一班港 明天起 他们要学着照顾好自己了 他生病了 不想连累大家 他走了 现在他也想开了 伺候了家人们大半辈子 他最后的时间里 想一个人亲近一下 去看看好山好水 说不定到时候心情好起来 病也就好了 他们不用担心他 也不要去找他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希望大家能尊重他 三 麦成早打电话告诉姐姐 妈妈的体检报告显示 肺部有快肿瘤 听到这话 麦成欢痛哭不已 姚志明坐在旁边安慰他 四 终于找到了刘婉玉 麦来天很气愤地说 他脑子拎清楚好吧 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还这样 知不知道给家里的孩子们 添了多大的麻烦 今天来 就是要把他带回去 回去治病 要不然 他跟他离婚 刘婉玉万念俱灰 说那就离吧 麦成欢跟爸爸商量 既然妈妈现在不想走 那也不要逼他 他们就试着用另外的方式 来劝说妈妈 麦来天很欣慰地说 欢欢现在真是家里的主心骨啊 麦成欢依偎着爸爸 说即便他现在长大了 爸爸还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姚志明说 他们是一家人 家人永远比工作重要 五 麦成欢笑着宽慰妈妈 说既然他不想回去 那大家就都不回去了 这里好山好水 空气又新鲜 志明他来也很喜欢 平时两人工作挺忙挺累的 正好趁这个机会 放一个长假 六 一家人户外休闲 拥抱大自然 麦成欢和姚志明 在稻田里抓到一只鸭子 他告诉他 终于知道妈妈 为什么想回到 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了 姚志明也深有感触 说阿姨只是在做 成欢妈妈的时候 才会坚强 谁心里面又没住 这个小孩呢 原住中 刘婉宇的结局是悲哀的 虽然住上了新房子 不再被亲戚邻居看不起 整个身份和阶级地位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但他并不快乐 他的内心世界反倒变得更加空虚了 不但麦成欢不再愿意跟他亲近 就连麦成早 也咬牙切齿地要摆脱他的掌控 刘婉宇自以为 他为孩子 为家庭付出和牺牲了很多 其实他只是自我感动罢了 他的可悲结局 也是自作自受 刘婉宇对麦成欢管得太多了 有人看到的是爱 有人看到的是知心和控制于 刘婉宇确实爱麦成欢 不然也不会整天担心他的工作和生活 每天亲自下厨给他做美食 见不得女儿受到委屈和欺负 只是这爱的方式有问题 麦成欢已经29岁了 他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和空间 而刘婉宇无孔不入的爱 就是一种变相的坚实 可是刘婉宇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凡麦成欢跟他表明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生气 认为女儿嫌弃他了 不爱他了 甚至会道德绑架 质问他小时候怎么不想着远离妈妈 吃他的喝他的时候 怎么不让妈妈放手 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 嚷嚷着要飞走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孩子从生下来简断期待的那一刻 就有了独立的人格 父母就要做好分离的心理准备 给孩子人格自由 这不是要他们断绝关系 而是为了成全他们各自的人生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父母也是 有了孩子也要首先做自己 父母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孩子也不应永远被绑在父母身边 陈书真离世前也说过这个问题 人孤零零的来到世上最后也是要一个人走的 但在刘婉玉看来 他生了麦成欢 把他养大成人 麦成欢就要成欢父母膝下 因为他的生命是父母给的 所以即使他长大了 他整个人也是属于父母的 所以关于麦成欢的一切 刘婉玉都要操控着 尤其是结婚嫁人这事 主角是刘婉玉 麦成欢必须是一个玩偶 任他摆布 因为跟新家亮结婚这事 麦成欢彻底看清了母亲的问题 不在于笑 他也已崩溃过 跟母亲决裂过了 可刘婉玉还是不知悔改 刘婉玉太贪婪 过分 爱贪便宜 斤斤计较 这已经不是性格的问题了 而是人品和道德有瑕疵 刘婉玉从未对老太太进过校 之前还算计着让老太太给麦成欢出嫁妆 如今已经继承了老太太那么多东西 还不满足 老洋房属于姚志明的 姚志明让刘婉玉住 已经是一种人情 甚至可以说是恩情 他却蹬鼻子上脸 得了便宜还卖乖 姚志明要搬回老洋房 卖来天 麦成早和麦成欢都说了先出去租房住 刘婉玉偏步 还要把主卧留给麦成欢 刘婉玉把好房间留给女儿 看似是母爱伟大 其实是自私 是纠战雀巢 世界花献佛 刘婉玉根本不懂麦成欢 也没想过如何走进女儿的内心世界 只觉得一切都是她说了算 刘婉玉总想着让麦成欢依靠他人 通过嫁人出人逃递 却不了解麦成欢本身就是个独立 自强的女性 一味地依赖他人 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麦成欢想要的是尊重和自我 刘婉玉却还执弥补物 认为是新家对麦成欢造成的伤害 影响之深 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麦成欢自己 就算没有新家之前的羞辱 麦成欢也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麦成欢实在是孝顺 才搬回来住 本以为刘婉玉已经醒悟 没想到她还是拎不清 没边界感 我们所说的父母不要过多管孩子 不是因为子女嫌弃 以及子女离开父母 也不是不爱 不孝顺 这种分开指的是人格上的 是父母不溺爱 不控制子女 子女不肯老 不过度依赖父母 麦成欢说的希望母亲有自己的生活 是孝顺的表现 刘婉玉却认为是女儿不孝 嫌弃自己 真正的孝顺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欢膝下 一辈子守在父母身边 让父母为自己操劳 而是帮父母找到失去的自我 鼓励支持他们做自己 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 为了让刘婉玉明白这个道理 麦成欢也没少下功夫 可惜刘婉玉终究是烂泥扶不上墙 母女关系再一次分崩离析 原著中 麦成欢跟刘婉玉最后一次决裂后 已经不回父母在的家了 刘婉玉也终于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麦成早身上 麦成欢不愿意做猫宝女 麦成早也不愿意做猫宝男 就只是刘婉玉的一厢情愿 把子女当作巨婴 当作不偶娃娃 她习惯了控制家人 子女都远离她之后 她只觉得自己可悲 只有麦来天还在继续着 被刘婉玉控制的生活 她也挺可悲的 刘婉玉也确实挺悲哀的 但悲哀之处不是麦成欢和麦成早都远离她 而是她把后来得到的一手好牌打的稀巴烂 都是她自己做的 是她把子女逼走的 这个家要想真正过得好 还得是刘婉玉转变观念 改变自我 不知她何时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原著中 麦成早找了个卖衣服的带娃的单妻妈妈 刘婉玉气到不行 又开始归咎于房子的风水问题 埋怨麦成欢不该买这个房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 在刘婉玉看来 都是别人的错 她自己呢 剧中的麦成早跟毛永新在一起了 刘婉玉知道后 又会是一场恶战吧